今天是2021年的9月7号 这有点主声的架势了 尤其是这个中正无外指数 前面也说这个突破 那个长时间的那个通道线 我说突破过去之后呢 起主声的概率大 但是呢 这个这中间就差一个回调 就回踩了 然后他不回踩 直接起主声 这很就是说这个小众啊 很小众 但是呢 存在就有道理 它是合理的 它小众 并不代表它不合理 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个意思 你们能不能理解啊 能理解的答应 好的啊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中正无外指数 中正无外指数 加速上升 干掉了一切结构 干掉了一切序列 红角现在放大 然后呢 速度一波比一波速度快 就中正无外指数 中正无外指数应该出于主声阶段 主声阶段 所以呢 我今天说这个 像永不做空这四个字 其实你只有真正的经历过 很残酷的 很严厉的 那种事实 你才能够真正的体会 永不做空的这句话 我盘中文字课的时候 跟大家举一个例子 我说这个股市里有很多的坑 大坑 我所有反复说 像永不做空 遵守规则等等这些事情 都是我曾经掉过的大坑 很大 我可以告诉你 我曾经掉进去过 然后呢 体格好 别看胖 但体格好 我又爬上来了 但是我在坑底下 看到过无数的尸体 学习是一个过程 在咱们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常年累月的 会就某一个知识点 重要的知识点 我们会反复说 反复说 反复说 在不同的情况下 你才能够形成 对这件事情和对这句话的 深入的了解 多人他会认为是这样的 就说 你得让我去吃亏 你得让我去上当 我才能够形成 对这件事情的真正理解 这个逻辑是不对的 就好像你跟你身边的朋友说 你想学股市 想学交易做股票吗 拿一万块钱 或拿两万块钱 先进入到股市 然后呢 先交易 真实的感受交易市场 这个初心就是不对的 所以有些时候呢 我们来讲这个课的意义 是帮助大家摆正方向 你在错误的方向上奔跑 是没有用的 然后呢 在学习是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里 不断的去深化的某一件事情 让你尽量的不掉进这个坑里 而不是让你掉进这个坑里 在鼓励你在这个坑里 在爬出来 我不知道我说的 大家能不能理解 这些坑我全部都掉进去过 毫无例外 好吧 所以永不做空 这四个字呢 就就就在这个 上一次我评IC的时候 就有人做空 我就跟他说 我说永不要做空 永远都不要做空 现在呢 假如说他还在 他想做空 说明他人性的弱点非常大 你们能理解吗 他知道这个我多次 不是一次的去说 永不做空这四个字 但是他还去做空 说明他的人性弱点非常大 人性弱点大的时候 当遇到逆市场的时候 就像现在这种 他做空之后 他是很难揪错的 然后 会越来越难 就是一开始 你如果揪不了错 赔很少的时候 或者是赔不是很多的时候 你揪不了错 那到现在来讲 你就更难揪错 假如你像我那种仓位的比例 基本上现在有500万就没了 问题是你当赔100万的时候 你不进行揪错 你的承受力 如果是 比方说 就是500万 你现在就更难揪错出去 你们能不能 你们细想 如果你的承受力 就是我后手只有 我家有500万 多空 我只是想赚点零花钱 但是没赚到 然后赔了100万 心里心又不甘 等等吧 就赔到200万 再等等吧 赔到我现在所有的钱了 500万 你们可以想一想 这件事情有多么可怕 所以如果他还数 这样 你们可以想一想 我有500万现金 但是因为这一次操作 现在全部赔掉 假如 做空 航行继续逼空 要么你就认错出去 这500万就当这人生没赚过 这样 要么就 把自己的资产处置掉 来死守 比方说卖房子 你们能理解吗 只有这两种操作 问题的关键还不在这 问题的关键就是 你如果是做多的 航行跌下去 你陷入到这种 对于人生都很纠结 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时候 你是知道的 我只要挺住 航行会回来的 这就是信念的力量 信仰的力量 可是呢 你如果做空 航行往上涨 你这500万 这人生转了一辈子的钱 这500万 你不甘心 你不甘心失败 不甘心做了一次交易 导致这么大的失败 你就可能会去卖房子 来守这次交易 但是往上涨 你都不知道会卖多少套房 直到涨到无房可卖 没有任何资产 亲戚朋友都借变了 还是守不住 被迫的凭掉你的仓位 比方说你原来做20手 平了5手 一旦被 就是所有的资产 全部套进去之后 然后在凭掉仓位的时候 这个人多半会崩溃的 你们可能不知道 就这种情况 就是这个人就会崩溃的 能理解吗 那就是源于一次错误的交易 所以呢 很多人对这四个字 永不做空 他的感受 感悟没有那么深刻 可是当你感受到 那么深刻的时候 你会非常绝望 所以我说 我曾经掉进去 或跳进去过这个大坑 下面全是尸体 这一点都不夸张 那么假如说 你把这件事情理解透了 永不做空 这四的字理解透了 你们 所参加的这个学习 就是非常有意义的 能理解的答应 刚才有一个学员说 老师你讲讲行情吧 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就脑袋 嗡的一下 你知道不 就是我在给你讲 段位特别高的事情 你跟我让我说 老师你去讲讲这个 小学 小学 小学数学吧 好了 好了 我们不说这件事了 讲行情 因为我刚才之所以这么说 我是想告诉你 我能讲出这段 就刚才这一段 我希望你能够反复的去听这个课 尤其是我描述 一个做空的人 他后面的心路的历程 这个状态和这样的课 不是我什么时候都能讲出来的 你不识获 再说一遍 你不识获 好 讲行情 好 看刹那指数 刹那指数 刹那指数呢 有点像突破前期高点的样子 前期高点 三七三一点 前期高点 三七早一点 平台 然后突破 目前呢 区列 结构 全部被干掉 我们给予市场 应有的尊重也给了 然后呢 一个快速的上升 干掉了一切的结构 虹角线放大 终于主持人时期 对吧 所以呢 其实 持股就好了 没有什么可操作性啊 短期之内也不会有 顿化一旦消失 短期之内不会再有顿化 能理解吧 顿化一旦消失 短期之内 不会再有顿化 保持 仓位 现在是满舱是吧 保持满舱仓位 就可以了 上升50指数呢 也不记相明显 想等二次注底的 我觉得 目前看不太像 有二次注底的样子 中南500指数和上升指数 开始出于主升时期 因此呢 不能犯原则性错误 就是这样的一些话 行情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而且我 我觉得呢 就是说 你行情在目前的这个位置上 你只要 你不需要想太多 你只需要简单一点就好 好吧 哥币240 前段时间做垮500 持仓三点平了 亏了三个点 算是万幸了 终于理解了什么是 永不作空 我刚才跟大家说 卖房子这个事是真实的 上海 上海有一个人 故事期货 做空 然后一顿涨 然后一顿卖房 卖到七里子散 原来特别成功的一个人 很多人其实没有经历过 人生的大起大落 小起小落 对人性的冲击 其实并没有那么大 但你真正的经历过 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呢 冲击 对心灵的冲击是特别大的 做交易悬股 实在有困难的 就用天时悬股 天时悬股里面 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 我们系统课里也有讲 能解决你的选择困难症 选择困难症 包括我之前说的 我说我们为什么遵守规则 是因为我们会避免原则性错误 这些都是原则性错误 如果古载你死守坚守 那也是原则性错误 这么多年呢 这是在学员区里呢 我有一点可以保证 学员区里的学员 一次如果你严格的遵守 我们的交易建议和意见 一次原则性错误都不会犯 原则性错误 它也属于我刚才说的那个大坑 绝不能鼓励人 就普通的人 工作投资者掉进去 让你感受一下什么是坑 然后你再爬出来 绝不能鼓励这样 这绝对是错误 所以就是 你要尽量的去避免 掉进那个坑 旁边有一个人 帮你指挥 告诉你前面有这个坑 你要绕过去 一定要绕过去 交易 尤其是在杠杆的交易 你前面对一万次都没用 你错一次就完了 其实大家身边也会有那种 是吧 打了一辈子的积蓄 在交易当中 就是你可能二三十年的积蓄 在交易当中 一次交易 就舍进去了 太多了 太多了 现实原则是每天什么时候更新 实时更新 实时更新 你知道吗 它不是说每天更新一次 它是实时更新 今天可以讲一些软件的新功能 不能啊 今天后台数据还有一次升级 但是大家感受不到 还有一次升级 算法升级 这个就不细说了 到时候我在讲怎么用 应该是今天或明天才升 升完之后我们会再会讲 老师今天多闹十块钱 我有时候讲课 这有一些就分状态 你们知道吧 你状态好了之后 它的思维是全用的 它会不断地去生成那种思维 有的时候就是你有想表达的意思 但是你状态不好 你真的表达不出来 大家其实也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你的状态好的时候 你能表达一件事情 能表达的特别清楚 但是你状态不好的时候 你的思维藏级在 但是你表达不出来 老师腿好了 基本吧 现在就是不太能吃力 现在就能下地了 老师你是不是都挨挨去了 你猜 我不告诉你 这次很痛苦 你做空了 你不会做空了吧 但是你说我这个痛方痛苦 拐杖轮椅都不用 我是说我严重的时候 实际上是下不来床的 稍微好一点的时候 尴尬的就是自己穿不了袜子 还在让别人帮你穿袜子 然后我就想起了悲催的晚年 我当时就那一刻我会想起 我会联想 我晚年动不了了 然后需要别人照顾我 需要别人给我穿袜子 那种悲惨的悲凉的情景 你们知道 人在生病的时候会想到那一刻 晚景凄凉 我个人觉得 我并不太担心这件事情 我只是想象一下那个场景 但是这么多年 我跟咱们学员在一起 如果我们能够保持沟通 有一天我真正遇到困难 我会相信 会有很多学员会帮我 因为我是在真心地去面对大家 所以我相信 可能有部分学员不会理我 但是会有很多学员 会真的帮我 所以这就是你用多年的心血换回来的 你们知道吗 它一天两天是不行的 但你能够长长期的坚持几年 你就能换回这些 这就是教室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老师你之前才想的这么多 我的思维很宽广 告诉大家我的思维很宽广 深度 宽广是寻找你需要思考的点 一旦找到了这个思考的点 思考的深度又极深 没办法 半个精神面这算是 好吧 半个精神面 不能说是整个精神面 只能算是半个精神面 好了不够讲了 不够讲了 15点57分 我们今天早下课一会儿 一会儿还有一点事情 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 咱们明天再见